各位好,在这样一个夜色渐浓的夏天的夜晚,我有与你相遇在诗殿读书里了,我是林静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,绿山墙的安妮,人生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。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,也别忘记了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。 有这样一个11岁的女孩,是凯特王妃的闺蜜,深受马克吐温的喜爱。 她的故事广为流传,被改编为话剧、广播剧、动漫。 她居住的爱德华王子岛每年有数千人探访,寻找她的足迹。 她不是什么大明星,长得还有点奇怪,满脸雀斑,一头红发,而且总是闯祸。 她叫安妮,来自偏远的绿山墙农舍,是加拿大女作家蒙格玛丽比夏最为经典的角色。 周国平说,安妮拥有两种极其宝贵的财富,一是对生活的惊奇感,二是充满乐观精神的想象力。 无论遭遇什么,安妮总能用她的热情融化生活里的尖兵。 她仿佛透了魔法师的仙女棒,轻轻一挥,人生里所有的逝去都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她的身边。 命运难测,但静随心转。 人们说,被魔鬼诅咒过的孩子才会长一头红发,就像安妮。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,安妮从一出生,厄运就像影子一样,甩也甩不掉。 她三个月大的时候,父母双双死于热病,后被贫穷的托马斯夫妇收养。 可惜几年后,这对夫妇就将安妮遗弃在郊外,她在饿死前又被一位哈蒙德太太带回了家。 没想到哈蒙德太太有八个孩子,而安妮则是她为孩子们找的小保姆。 只是,无论安妮多能干,她还是在十岁这一年被送去了孤儿院。 四个月后的一天,安妮意外地迎来一个好消息,绿山墙农舍的一对兄妹即将收养她。 不久后,安妮就怀着兴奋又激动的心情,踏上了去往绿山墙的火车。 几经周折,她终于到达绿山墙,却差点被主人马瑞拉轰走,只听见这个老太婆愤怒地喊, 搞错了,我要一个男孩,不要这个丑姑娘。 原来,中间人误传了消息,孤儿院错把安妮送了过来。 得知自己被人嫌弃,安妮先是大哭了一场,但很快她就想通了。 既然要被送回去,不如好好欣赏一下绿山墙的美景。 她坐在窗前看了会儿白花树,又眺望了一会儿山卵和小溪, 给院子里看满花的樱桃树起了个可爱的名字,并和她聊了聊天。 之后,安妮躺在柔软的床上,美美地睡了一觉。 第二天清晨,她欢快地登上马车,准备回古儿院。 她说,虽然有点失望,但我对未来更期待了,因为只是期待,就足以让我高兴。 令人意外的是,玛瑞拉决定留下安妮,因为她被安妮的活泼与热烈,深深打动。 安妮,这个一次又一次被人抛弃的小姑娘,终于找到了她的家。 机遇轮轮,有好有坏,我们不也和安妮一样,在命运的洪流里颠沛流离。 面对厄运,有人自暴自弃,怨天尤人,但也有人包容一切,不失生活的热情。 静游先造,我们改变不了境遇,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境。 当你一直保持微笑,世界早晚也会对你和颜悦色。 失败常有,但失败是成长的契机。 留在绿山墙的安妮并非高枕无忧,她需要通过玛瑞拉严格的考验。 几天相处下来,玛瑞拉发现,安妮干活麻利还十分聪明。 玛瑞拉正为此感到欣慰,却不想安妮忽然闯了个大祸, 她竟敢得罪村里最有威望的雷切尔太太。 起因很简单,仅仅是因为雷切尔太太拿她的红头发开了几句玩笑, 没想到安妮就大哭大闹,不依不饶地逼着雷切尔给她道歉。 结果,没有一个人同情安妮都纷纷指责她不懂礼貌, 尤其是玛瑞拉,更是失望地说, 你太失败了,你没有控制住你的脾气。 安静了一天后,安妮也觉得是自己不对, 于是主动上门向雷切尔道歉。 此时的玛瑞拉尚且不知, 看似乖巧的安妮可是个十足的捣蛋鬼。 被送去学校后,她和男同学打架, 结果被老师罚战, 带着女同学开茶话会, 却粗心地把葡萄酒当成果汁, 惹了不少麻烦。 为了彰显自己的勇敢, 她跳进湍急的小河, 差点没被淹死。 更糗的是, 安妮还搞砸了玛瑞拉最重要的一次晚宴, 她错把纸藤药粉当成发酵粉, 揉进了面包, 导致一家人出尽了阳相。 但这些事还不足以让安妮蜕变, 直到她在一个犹太商人那儿, 吃了次大亏, 才慢慢开窍。 为了摆脱一头红发, 她倾尽犹太商人, 用所有的零花钱, 卖了她的染发水。 谁料头发变成绿色, 害得她不敢出门。 但这一次她没有发脾气, 而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 她对玛瑞拉说, 今天的事给了我一次很有价值的教训, 自从我来到绿山墙, 我就一直在犯错, 但每一个错误都帮我改掉了一个缺点, 我学会了包容、隐忍, 戒掉了粗心和虚荣的毛病, 也不会再轻信别人。 从此后, 安妮开始专心地学习, 不再锋芒毕露, 也不再满世界乱跑。 她成了全校成绩最好的女生, 还被老师当作考取女王学院的重点培养对象。 成长,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, 失败常有, 但每一次失败都蕴含着蜕变的契机。 我们都可能因为做错事, 失去了别人的信赖, 赞美, 器重, 但如果能及时反思, 我们同样会在挫败中积累经验, 增长智慧, 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人生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。 中学毕业时, 安妮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女王学院, 成为了全村人的骄傲, 但她却高兴不起来。 她既不想给马瑞拉拮据的生活再添压力, 又不想离开她最爱戴的马修。 马修是马瑞拉的兄长, 多年来一直默默庇护着, 支持着安妮。 就像这一次, 马修不仅鼓励安妮去读大学, 还拉着马瑞拉参加了她的中学毕业典礼。 而安妮也没有让马修失望, 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, 她就拿到了全额降学金。 假期一到, 她马不停蹄地飞奔回绿山墙, 想给大家一个惊喜, 却发现在她离开的半年里, 家里的一切都变了。 马修仿佛一夜老了很多, 腰弯得直不起来, 而马瑞拉则疾病缠身, 一点活也干不了。 他们本想雇一个男孩干活, 才发现自己存钱的银行边临破产, 他们一分钱都去不出来。 紧接着祸事接踵而至, 几天后, 马修接到银行破产的消息, 心脏病发作, 撒手人寰。 马瑞拉眼疾复发, 险些失明。 为了生活, 马瑞拉决定卖掉绿山墙农舍, 安妮看着周遭的变故背从心来。 为了照顾马瑞拉, 也为了保住绿山墙, 她决定放弃学业, 回村里当一名中学老师。 马瑞拉不想耽误安妮, 但安妮说, 放心吧马瑞拉, 我会自学大学课程, 还有拉丁文, 希腊文, 我的理想不会改变。 小说最后, 安妮顺利入职中学, 与马瑞拉过上了安稳的生活, 还在不久后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。 讲完安妮的故事, 蒙哥玛丽感慨到, 人生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刻。 当脚下的路越来越窄, 换一条路, 或许就柳暗花明。 当生活变故不断, 主动应对, 或许能迎来转机。 时间不能倒流, 人生不能重来, 但只要踏实地做好自己, 过往的遗憾总会释怀, 所有的苦涩终有悔甘。 假如约翰·肖尔斯所言,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, 没有不可结束的沉沦, 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 初读《绿山墙》的安妮觉得它是本童话书,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内心最原始的力量。 再看又觉得它是一本成长启示录, 教会我们在挫折中雕刻自己。 而当你经历了生活的刁难, 才发觉这本书蕴含着一种治愈的力量, 鼓励人们行走于艰难的人世间。 安妮仿佛一颗小太阳, 能驱散人们心中的迷雾, 为苦闷的生活打进来一束光。 生活中我们时常感到沮丧, 落魄, 孤单, 每当这时不妨去绿山墙走走, 与安妮聊聊天。 它会让我们明白,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, 大胆往前走, 就一定能穿越风雨, 走进阳光里。 愿你我唤醒心中的小安妮, 勇敢且热烈地, 投身于千变万化的生活中, 与朋友们共勉。 好了,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到这就结束了, 感谢各位的守候, 更多美文也欢迎你关注十点读书, 也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晚安。